我们泡菜忘了 那你讲那种一样 对对对 泡菜忘了 我去倒出来 只等开一袋啊 开一袋就够了 那一袋明天早上 泡菜 这边来一个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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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那个泡菜 这边来一个 谢谢俊俊 我婆婆做的红油 哇哦 谢谢婆婆 好吃 吃 好吃 嗯 我婆婆泡菜很好吃 太好了 那个龚老师 你瘦个累 再来点泡菜 不好意思吃吧 他明天没有了 还有一袋 明天早上起 如果有那个下饭 多好吃啊 煮点粥是不是 我把地址给你就行了 我把地址给你就行了 嘿嘿嘿嘿 张老师这是另外的价钱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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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你知道他有多可爱吗 嗯 春节的时候 他给我寄来了高度白酒 然后我说啊 为什么你觉得我很能喝吗 他的回复是 一般拜年的时候给老人都是寄酒 老人这词是随便用的吗 不是我没说老人 我说长辈 长辈 长辈那是可以 何老师 郡郡有没有给你送过60度的白酒 没有 那你年纪不算 不算 我不算 但我不算前辈 长辈 白酒 所以公训给老人的一个长辈认可 公训在旁边 长辈 长辈 一直纠正